近日,加拿大外交部长商鹏飞承诺 对联邦政府与中共同方威视五项安全科技设备采购合同进行安全审查 同方威视创办于1997年,由前中共党魁胡锦涛之子胡海峰发起 总部位于北京,自成立后 同方威视迅速招揽全球各国大量机场与边境安检设备合同 但因在非洲各国设备合同中大搞不公平商业行为和腐败,令外界侧目 据Global News报道,7月15日,同方威视又赢得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X光扫描设备和软件采购等五个合同 为加拿大全球170个驻外使馆和高级雇佣机构提供安全设备 合同金额总计约680万元,沃金上周公布合同细节 Global News发现,自2017年以来,同方威视就已经拿下 四个加拿大边境安全和海关仓库合同 合同金额总计650万元,为加拿大边境管理局提供扫描与实验室设备 加拿大政府在签署这些合同时,就有国家安全专家 不断警告同方威视接触全球敏感安全设备可能存在的威胁 商鹏飞在回复Global News的声明中表示 会就同方威视当前合同条件进行安全审查 必要时会采取措施保护加拿大全球事务安全 目前,全球事务部并未购买同方威视任何设备 商鹏飞在声明中说,他已责令全球事务部官员 审查安全设备相关采购程序,继续审查全球事务机构安全 当年采购合同被媒体曝光后,加拿大编管局即刻发表声明表示 目前在审查此事,他们会与联邦公共服务与采购部 和全球事务部进行审查工作合作 声明说,国家安全是编管局重中之重 大型采购合同一般由公共服务采购部负责 但公共服务采购部拒绝回答媒体提出的疑问 同方威视也没有就媒体疑问提供回复 据悉,胡海峰是一个拥有同方威视在内 近30个公司的中共大型国企当委书记 同方威视通过中共国家支持的不公平交易行为 和大肆收购各国政客等方式 在非洲和欧洲等国边境安全设备领域迅速入侵 招来不少专家和有识知识批评 Politico杂志今年2月曾报道 同方威视服务、系统和软件 有可能与储存大量乘客、个人隐私数据的机场数据库相连 报道引用德国政要福斯观点认为 任由这种中共国企控制大量战略设施 令人非常忧心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加拿大安全专家也表示 所有电子设备都是中端 有可能访问网络和数据 中共一直针对加拿大人大搞网络间谍活动 家中关系也因中共扣押两名加拿大人 日益紧张 这种情况下 环球事务部仍一意孤行签下这种合同 实在令人没法理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